母爱的力量到底有多伟大 看完这对大象母子的故事 相信会令你感触至深 眼前这头奄奄一息的母象 已经被病痛折磨到冰死 一个而鸡肠碌碌的小象 一直坚守在母象身边 不离不弃 饿了就喝点水来冲击 始终不肯和母象分开 能看到古兽如柴的母象 无力躺在地上 仅能依靠鼻子轻微活动一下 证明自己人未完全死去 而还没有断奶的小象 在母象身边徘徊 现在哪怕能够喝上一口母乳 对他来说似乎成了奢望 茫然无措的小象 面对人类的救助 显得很抗拒 此时他只想和妈妈待在一起 由于饥饿男人 小象好几次试图自己主动去吃奶 可是母象实在没有力气抬起后腿 小象的尝试始终没能如愿 当小象大失所望 打算离开之时 母象却用仅能活动的鼻子 奋力勾住他后腿 似乎想要挽留住孩子 没有了母象 这只小象野外根本存活不了 由于迫切需要奶水补充体力 小象再次往妈妈肚子的方向走进 身体极度虚弱的母象 此时连睁开眼睛都显得异常艰难 或许因为牵挂小象 他一直都在强撑着最后这一口气 突然奇迹的一幕发生了 冰死的母象用尽所有力气 努力将前腿抬了起来 原来他像最后一次 让小象吃到奶水 看到吃力的母象在苦苦坚持 乖巧的小象跪在地上 滴着脑袋水吸起来 这样的画面确实让人无比动物 都说大象是很有灵性的动物 而为了让小象能够安心吃奶 母象拼尽最后的力气 将前腿抬到最高位置 或许这就是母爱的力量 尽管知道自己将要离世 但都会倾其所有 来满足孩子的要求 在场的救助人员看到这一幕 也被母象的行为深深震撼了 经过长时间的进食 吃饱喝足的小象松开了嘴巴 继续逗留在母象的身边 母子情深在这对大象母子身上 被体现得淋漓尽致 当小象试图走开的时候 担心孩子没填饱肚子的母象 又下意识抬起前腿 想要呼唤小象过来吃奶 直到小象转身示意已经吃饱 母象这才缓缓放下了腿 随着小象被人们丢走 冰死前的母象终于放下牵挂 挣扎活动着四肢 好像在感谢人类 最后闭起双眼 离开了这个世界 大象母子之间的亲情故事 感动了在场见证的村民 于是在附近挖了一个深坑 送他入土为安 传达着人们对他的敬意 注意看 这是大象抱揍鳄鱼的精彩场面 大象母子在河边喝水 不要下一秒鳄鱼发起偷袭 直接咬住大象的鼻子 双方瞬间爆发激烈的战斗 大象抡起长鼻疯狂反击 试图摆脱掉鳄鱼的大口 只看到现场水花飞溅 甚至还吓到水中 要跟鳄鱼决一死战 在大象迅猛的进攻之下 无力招架的鳄鱼 只能乖乖松口 无毒有偶 这群大象打算到河中饮水解渴 殊不知 鳄鱼早在水中静候多时 走在最前方的一头小象 刚低头想要喝水的时候 一条成年尼罗厄咬住他鼻子 受到惊吓的象群 往后进行撤退 惊慌失措的小象 奋力甩动鳄鱼 可鳄鱼就像一副狗皮膏药一样 牢牢缠住 不肯松脑 双方僵持了好一阵子 直到缓过神的母象反应过来 这才赶紧用锋利的象牙攻击鳄鱼 终于成功把鳄鱼给吓跑掉 看来这条鳄鱼还是很识趣的 知道打不过赶紧开溜 毕竟双方的体型差距摆在那 但下面这条鳄鱼就很不自量力了 居然想挑战自武 在潜水区跟大象纠缠不休 不料被暴墓的大象狠狠教训 能看到大象根本不给鳄鱼逃跑的机会 四条腿灵活的走动 势必要将鳄鱼留在身下 随后低下脑袋 摆动长笔展开反击 一顿迅猛地操作下来 水中霸主直接被掀了的四角朝天 现在鳄鱼连后悔都已经来不及 他在水中软绵绵的样子 浑身遭受到了重创 虽然鳄鱼没有了捕猎的想法 但仍未解气的大象这还没完 他继续用前脚不断对鳄鱼进行 敲打可怜的鳄鱼 只有被动挨胆分 甚至连躲都无处可躺 不得不说 陆地霸主可不是好招惹的 欲战欲勇的大象不慌不忙 看到鳄鱼没有了动静 继续用长鼻将鳄鱼尾巴抬起来 一副没完够的样子 紧接着再将鳄鱼踩在水中蹂躏 面对大象恐怖的力量 鳄鱼毫无招架之力 现在完全成了大象的表演事件 奄奄一息的鳄鱼被掀翻在水面 洁白的腹骨就这样暴露在对方眼皮底下 今天他本想来搞顿大餐 让自己可以大快躲一一番 不料由于过于自信 选错捕猎目标 而等待这条鳄鱼的 也将是悲惨结局 从没见过这么可怜的狗狗 他长似蝙蝠 骨瘦如柴 人们看见他都害怕地躲得远远的 他只好躲在苍蝇乱飞的垃圾堆里生活 每天靠吃着恶臭的垃圾维持生命 即便如此 他依然吃不饱 或者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流浪生活 由于常常吃不饱 他饿成了皮包 长相怪异而吓人 直到有一天 一位路过的小姐姐发现了他 并有爱地给他拿来了食物 怎料狗狗却胆小如鼠 明明食物就在眼前 他却没有勇气上前去吃 甚至被吓得半死 蜷缩在角落里瑟瑟发抖 看到狗狗被吓成这样子 善良的小姐姐只好悄悄地躲在远处 观察发现没人后 恶极的狗狗才敢撞着胆子走向食物 看到食物的一瞬间 狗狗便迫不及待地狼吞虎咽起来 这也许是他打出生以来 吃得最美味可口的一顿饭吧 看到这一幕 小姐姐既心疼又难过 心里顿生怜悯之心 于是便决定帮帮这只可怜的小狗 从此以后 小姐姐便每天都过来投喂狗狗 为了给狗狗补充养 小姐姐特意去超市买了食物 亲自下厨 做饭给狗狗吃 当小姐姐再次出现在狗狗面前时 小家伙态度缓和了许多 他渐渐变得大胆起来 也许是小姐姐的爱心 温暖了他那颗尘缝已久的心吧 狗狗是一种很有灵性的动物 当别人对他一分好的时候 他会以十分来回报 这一次 他比原先大胆不少 甚至敢当着小姐姐的面 就过来吃饭 一天天过去了 小姐姐每天都坚持过来投喂狗狗 本以为就这么岁月静好下去 没想到接下来发生的一幕 却让小姐姐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这原本是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 小姐姐像往常一样 过来投喂流浪狗 没想到 当他来到垃圾堆的时候 狗狗却踪影不见了 狗狗到底去了哪里呢 小姐姐赶紧四处寻找 最终在监控中发现了狗狗的踪影 当小姐姐和家人一起赶过来寻找时 却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 原来小家伙被藤蔓缠绕住了后腿 他害怕地在那里不停地挣扎 在小姐姐的帮助下 终于让他重获自由了 考虑到狗狗的安全 小姐姐决定收养他 并马上将他带回了家里照顾 到家后 你以后就是我们家庭的一员了 于是 小姐姐便给狗狗取了一个好听的名字 叫做盼盼 就是生活有盼头的意思 也盼望小家伙 可以健康快乐地成长 盼盼也非常乖条懂事 当他得知自己有家后 对小姐姐充满了感激之情 只要一听见小姐姐的声音 他马上拼命地摇晃着尾巴 又经过一段时间的照顾后 狗狗身体慢慢变得越来越好 不仅精神状态好了许多 而且毛色也越来越好 但是小姐姐发现狗狗全身脱毛 而且总是站立不稳 他很为狗狗的健康担心 随后 小姐姐便带狗狗去宠物医院做检查 经过医生的检查后才发现 原来狗狗患了严重的皮肤病 还患有腿部先天发育不良 不过这些都能通过治疗可以痊愈 有了好心人的帮助 手术后的狗狗果然变得越来越好了 又经过小姐姐细心地照顾一段时间后 狗狗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不仅新长出来的毛发光滑增亮 而且走起路来奔跑如飞 和之前相比 简直就是盼若两狗 看着眼前这只帅气十足的狗狗 小姐姐很是欣慰 所有的努力总算没有白费 而狗狗也十分懂得感恩 不仅对主人一家忠心耿耿 而且还给家里带来了很多乐趣 从此以后 盼盼就在新家过上了幸福快乐的生活 他在最落魄的时候 幸运地遇见了好心人 让他从一只无家可归的流浪狗 走上了狗生巅峰 不过这一切 都要感谢心地善良的小姐姐一家 从没见过这么悲催的狗子 明明食物就摆在眼前 他却无从下嘴 因为他的整个脑袋 都被塑料瓶罩住了 从而导致 他饿了整整两个星期 他饿成骨瘦如柴的样子 让人看到心疼 半个月不吃饭不喝水 他究竟靠什么活过来的呢 人们为什么要把瓶子 套在他的脑袋上呢 原来就在三天前 一位路过的小姐姐 发现了这只离奇古怪的狗狗 当时狗狗正躺在路边发呆 小姐姐看他可怜 试图帮他把瓶子拿掉 没想到狗狗却很警惕 见人就跑 似乎很害怕人 看到狗狗饿成皮包骨的模样 小姐姐十分担心 经过向周围人打听才知道 原来 这只狗出现在这里 已经半个多月了 它每天在一户人家那里进出 大家猜测 它的主人就住在那里 随后小姐姐在好心人的指引下 来到了那户人家 可当它找到那家主人时 却发现另有隐情 女主人说 这并非是他家的狗梦 这是一只流浪狗 因为它和自家的大黄比较熟 所以经常过来找大黄玩耍 也许它是嘴馋 我家的狗粮吧 可是以它现在的样子 它也不知道从哪里下来 与主人说 它也曾经想帮它摘下瓶子 可是狗狗每次都慌张地逃跑了 毛孩子那么害怕人 它究竟经历了什么呢 难不成它头上的瓶子 与人类有关吗 小姐姐为了查明真相 它决定一探究竟 紧接着 它拿着狗狗的图片 到处寻找知情人 功夫不负有心人 终于从一位女士的口中 了解到狗狗的情况 原来在这附近的垃圾场 这种瓶子随处可见 而这只狗狗它经常去垃圾场觅食 所以就这样不小心被套上了瓶子 可当狗狗自从被瓶子套住脑袋之后 再也摘不下来了 所以从而导致它无法进食 令人奇怪的是 十几天滴水未尽 狗狗竟然还能活下来 真是个奇迹 如果换作别的动物 早就一命呜呼了 由于长时间没有吃喝 狗狗的状态越来越差 小姐姐担心狗狗会被饿死 它十分同情狗狗 于是决定 请来动物救援人员 帮它把瓶子取下来 第二天救援人员赶到了现场 用陷阱将狗狗成功捕捉了 随后人们将狗狗快速送到医院抢救 万幸的是 狗狗幸亏送来及时 要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因为长期不吃不喝 导致它全身的器官都出现了衰退 它已经饿成了皮包 身上瘦得像一张纸片那么毛了 医生说狗狗能够活下去 简直就是一个奇迹 不过经过医生半个月的精心照料后 狗狗终于慢慢恢复了健康 而那位帮助它的小姐姐 也准备收养了狗狗 虽然狗狗经历了那么多苦难 但最终还是让它遇见了好心人 但愿它从此过上幸福快乐的生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